造了个钢环,顺带破了个世界吉尼斯记录 解决了困扰全世界科学家几十年的究极难题 让世界再次看到中国制造的强大 那么,这个诞生于山东济南张秋的全宇宙最大断环 究竟带给了我们多少惊喜 8月5日,一辆有106个车轮的特种货车 载着一个巨型圆盘 在数十辆景车的包围下 缓慢驶出济南张秋伊莱特厂区 它不是什么拍电影的道具 而是由中科院研发的世界最大不锈钢环形断剑 它直径长达15.673米 重量达150吨 可承载重量更是突破了7000吨 相当于100节动车组的重量 这个全宇宙最大断环造出来 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被称为世界第一圈的它 其实有个非常严谨的学名 那就是核电支撑环 是专门用于我国四代核电机组上的巨型断剑 主要起到支撑保护的作用 简单来说 它就是核反应堆睡觉的床 核反应堆睡得舒服舒服 安不安全 全都要看这个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圆盘 当然 别看它长得不起眼 制造它的难度 其实比造核反应堆还要大 在核电技术不断更新换代的今天 制造一个用于支撑核电机组的超大型断剑 一直都是困扰世界各国科学家的究极难题 一般来说 这种圆形断剑的制造方法都是 分批制造 分期罕接 但这也代表着一个环形断剑 必须要进行多达七八十次的罕接 七八十条焊缝 哪个地方没有焊接好 都有可能造成环形断剑性能下降 出现安全隐患 导致核电机组故障不说 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核泄露事故 除此之外 作为核电机组的核心部件 一旦它安装下去 在整个核电机组的服役周期内将无法更换 因此 这个断剑的质量高低 直接影响了核电站的寿命 要是能够打造出一体成型 不存在任何汗缝的部件 对核电站的安全性 必然是一个重大的加分项 然而 困扰了各国科学家们十几年的难题 如今却被中科院的大佬们给轻松解决了 我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的专家们 在经过数百次的分析后 终于研发出一种名为 以小质大的金属构筑成型技术 简单来说 就是先打造出几十块小型钢坯 接着进行构筑 在制成200吨级的原料钢坯后 再进行整体压制 成型之后的巨型钢坯 近50米的周长上 通体光滑平整 看不到任何一道汗缝 这种技术也体现了 我国独有的化整围灵 以小质大智慧 除此之外 世界第一圈的成功出厂 也代表着我们在 大构建制造领域上 实现了新的突破 在未来 我们完全能够做到 用更低的成本 实现大型断建的制备 世界第一圈有多难造 造出来就有多难运 作为没有汗缝 不可解体的特种搭建 想要运输它 还得造一辆 有100多个车轮的 特种运输车 据悉 这个专车的牵引轮 就有10个车轮 后面的平板车车轮数 更是多达96个 平板车还能够通过 单独的操纵系统 对不同车轮的转向角度 进行精准控制 当然 这样还不够 由于世界第一圈 直径已突破16米 光荣成为了 严重超宽设备 因此在运输环节中 对路面的进空宽度 非常高 在对其进行运输时 沿途的大量道路 交通标识和设施 都被临时性拆除 运输全程 共计拆除130多处设施 据悉 世界第一圈 在运输过程中 要通过多座桥梁和桥洞 以及高速路段 为了保障安全 山东省公安厅 出动大量警力 对其进行全程护送 在抵达港口后 世界第一圈 将会连运输车 一起送上渡轮 进行加固后 被运大连 进行后续加工 书写它的下一段传奇 书写中国制造的 辉煌篇章 我会参加路 我会参加路 我会参加路